你说你要学历有学历 要有历练还有历练 还历过三等功 你怎么能在这儿憋着呢 说什么呢你 闭嘴啊你 不是 真的 你看我进队的时间短 但是我这心里啊 比谁都清楚 你说咱们丁队长吧 他已经当了十几年的大队长了 人家那是后旨升迁 而且副队长这都空着 你放心 肯定是你的 你越说越来劲了是不是 我告诉你啊 干好自己的活 管好你的事 别人的事情不用你操心 好 别说啊 这小镇比我想象中的好多了 真是 那你说 那他干嘛跑到京海去当一个 保安队队长啊 到家看看再说吧 哎 您好大娘 哎 你们找谁 请问这是陶子彪家了 哦 是 我们是子彪的朋友 哦 子彪的朋友啊 快请进 快来 快进来 来 进来 你们随便坐 你们是阿彪的朋友 我给你们后面查看去 坐 好嘞 谢谢大家 拜拜 来 随便坐 哎 好 慢点 谢谢大娘 坐 来 阿彪请 谢谢 来 不客气 哎 我儿子啊 也好久没回来了 我也挺想的 对了 你们找他 怎么到家里来找呢 是不是他出什么事了 没什么事 班辽 我们就是路过看看他 他是不是好久没回家呢 可以是 有一阵子没回来 您除了子彪以外 还有其他人有吗 只有他一个 他爸去世的早 他从小就是我一个人 把他拉成大的 那他真是让您费了不少心啊 可不是吗 我为他操了不少心哪 他从小就不懂事了 他从来呀 住大了吧 去了京海 他赚了不少钱呢 你看 这 这屋里 都是他赚钱买的 那陶子彪什么时候去的京海呢 五年前 五年前 这么确定 当然了 他走的那年呢 没走一天呢 我就画个圈 你们看看 我这攒了整整五本日历 老娘 那子彪经常给家里打电话吗 打 不过忙的时候 有时也找不着人 那他也真是的 再忙又得给家里打个电话呀 有 有 不过他有时候去的那个地方 信号不好 他就准备了两部手机 就防备我找不到他 那您还有没有 这两个手机的电话号码呢 这样的 我的手机丢了 所以他的号码就没有了 要不然就不会到这儿来找他 有 你等等我拿啊 你看看 就是这个他给我写的 谢谢 你们进一下 谢谢 来 帮我进一下 你坐坐 我给你们拿点东西 你们点吃点 我们打算 你不接受你 我肯定不担心 他肯定不担心 我肯定不担心 都就是 我肯定不担心 我肯定能够担心 老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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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老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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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知道她出事了 我这几天竟做做梦 你们也不是她的朋友 老娘 你们事情查吧 对不起 老娘 这事怎么出嫌也不告诉我呢 老娘 我们这次来就是要把事情调查清楚的 老娘 老娘 你先别急 事情是这样的 你先别急 你说这傅俊辉跟陶子彪是表亲 你说这傅俊辉跟陶子彪是表亲 他为什么不早说呢 我觉得不对 我也觉得不对 是不是应该跟丁队汇报啊 干吗去啊 大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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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送医院 后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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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一点 好 快点 快点 大夫 谢谢您了啊 谢谢您了 医生 天秉 你怎么知道 大娘会晕倒的 她第一次晕倒的时候 脸色就不对 外边跳得很快 她指标的紫 对她刺激太大了 要是我们说的话 不被得听见就好 可是她早晚会知道啊 可是让儿子这么一走 那老人以后日子怎么过 你也别太自责了 医生 大夫 怎么样 你们说得得晚了 我们已经尽力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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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先把药喝喽 先放那儿吧 身体重要 来 先喝吧 小心烫啊 最近啊 公司的事实在是太多了 凡事都得心理心为 没办法 新生中心投资报告 不错 我都没想到啊 你看看 数额还挺大的 你看看 能不能找你那些朋友 我的夫人啊 我跟你说 也就是你老公干这事 人别人啊 都不干这个 现在社会人都很精啊 没有高回报人家不投资的 数额是挺大的 真是难为你了 好 书记 其实我这么做 都是为了你 这么多年来 我其实心里边挺愧疚的 你看 你是学心理学的 你本应该 成为一个优秀的心理学家 实验上干得非常好 可是这些年来 你一直在加 是我把你给耽搁了 所以 这次算是我对你的补偿 我看不懂 要不要心理学家 来 好 我点儿 我真的在乱七年了 他还不读乔 我一天 但逃不不是无辜的 想到老人失去了唯一的儿子 李天平为此心痛 也更加坚定了破案的决心 绝不能让毒品继续破坏一个又一个家庭 李天平 你是不是还在想套子标关你的事 这事上谁都不想发生的 但医生说了他有心脏病了 而且就是我们不说 他早晚得知道他儿子死的这件事 现在是调查的阶段 电话查怎么样 这要跟你说呢 跟你推测的一样 是一处豪华小区的公寓 走一趟 走 这才是一个标准的单身二公寓 不过还是我最初怀疑的那年 你说他小小的一个保安队长 哪有这么多钱 住这么好的公寓 看来这小子写路总不少 那个是他卧室 咱们去看看 天平 医务全都没有了 都没了 看来这小子是知道我们要找的 这边保证呗 这什么呀 白粉 谢静啊 有那么一个事 不知道对你们查案有没有用 你说 那个陶子彪啊 在去我们信任社提款之前 傅俊辉为这个事跟我打过招呼 之前为什么没汇报 这个事跟案子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了 上次请问的时候为什么没说呢 我这不是跟你汇报吗 赵姐 我有事先走了 吃完饭再走啊 来了 天平 再见了 我有事跟你说 听我说 带她出去玩去 什么事 我刚从宇国雄那查到 陶子彪在取钱之前 傅俊辉给他打过招呼 也就是说傅俊辉也参与到这个事情当中来了 我在想 他会不会是康达的老板之一啊 这消息可康吗 他特意跟我汇报的 我想不应该有假 傅俊辉跟牧丹的关系我知道 就算是傅俊辉是康达的老板之一 我们也有事 他也没证确啊 而且木丹取钱的时候 这事他知道了 可是他是老板 为什么不说呢 那这样 我先去找傅俊辉了解一下吧 现在调查合适吗 没关系 事情总得查清楚 我觉得这个方案可行 就让他们具体实行吧 好 天平 你怎么来了 我有事情啊 想跟你单独谈谈 那我先出去了 好吧 来来来 这急得猫蹈了怎么了 有事啊 我问你 你是不是康达的股东事业 你听谁说的 纯粹是谣传 我跟你说 我其实就是挂个虚名 现在啊 很多的老板 就是想借力扩大自己的事业 你看看那名片最后 印着很多公司的那个 那全是挂虚名 真的 还有那个陶子彪 跟你是什么关系 陶子彪 陶子彪不是舒贤的 远方表亲吗 他在家里边啊 不愿意待着 我们就把他接过来了 没想到他贩毒啊 他的母亲 也心脏病突发去世了 这两天啊 我心里边很难过呀 对啊 早知道这样 还不如不把他接来 舒贤的表情 我怎么没有听说过呢 这几年才联系上的 八杆子都打不着 你也知道 舒贤家的亲戚啊 事都特别多 那他去康达厂 应该是你接着的 对啊 本来呢 他是在我这儿 后来我觉得 叶总会不太适合他 刚好沐经理那边缺人 他就跟任务他过去了 没想到 这小子干得还不错 没几年啊 就升了绑安队队长了 他除了康达的工作以外 其他还有兼职吗 天秉 你这口气不对啊 怎么着 陶子彪的案情 有进展的是吗 不是 你不要问了 你说陶子彪平时 是不是有什么仇见 不会吧 这不像是仇杀吧 对了 天秉 这个案子是你负责吧 怎么样 现在有进展了吗 工作都是要保密的呀 那行 你就剩下心 赶紧把他给破了 这样呢 我跟舒贤也就安心了 你放心吧 我会尽力的 好 你怎么还不睡啊 我有事找你他 算了 明天再说吧 我累了 想洗个澡 是我表弟的事 我表弟死了 他死了以后他妈妈也死了 这是为什么呀 你都知道了 其实呢 我本不想这么早告诉你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去问警察吧 我要问你 明天子彪拿的钱 是用来办新生之家的吗 舒贤 你怎么 你怎么也变得疑神异鬼呀 我夫君会做慈善吗 什么时候含糊过 要不然我要那一百万 我干吗呀 可是我表弟死得欺巧 他从老家来同奔我 怎么就突然做了毒贩子了 你别难过 啊 我是应该跟你说这么 对不起啊 我要是不让他过来就好了 我不应该让他过来 我不应该让他过来 如果俊辉在康达只是个挂名 这事儿 好像没那么简单 陶子彪之康达的人 我们肯定和牡丹有关 牡丹和俊辉的关系 也很复杂呀 您好 行政队 您好 行政队 您好 好 谢谢啊 天平 广州警方那边有消息 荒销户找到了 不过 他在一场事故中 当场死亡 这怎么搞的 你说 李哥 李星哥 刚刚也给你们电话说 他知道几本事 打这电话是谁啊 他还没说 但是他要求亲自跟您见面 这是时间和地点 看来我得去一趟了 李警官 叫了六 你不是被判了两年吗 提前出来了 表现好 这提前放出来了 恭喜你了 电话你打的 是我打的 什么事啊 非得专程让我到这种地方来 我觉得 你们登报纸叫什么 那辆车呢 就是那天我看见他们那辆车 那天我在解放路 和玉花路的交叉路口 大华超市门前 我开车遇见了红灯 就把车停了下来 我前面的那辆车 就是你们要登报纸找的那辆车 它的车牌号是 是星C62578 因为跟我在监狱里 服刑的那辆号是一样的 所以我的印象特别深 凶手长什么样看见的 没看清 车就开走了 当时七点钟 当时下午三点半左右吧 林队 我发现了星C625 什么情况 林队 你看 这是玉花凶车 下午三点半的时候 我的一个县人 在玉花路和解放路的 十字路口 大华超市里面 看到了凶手的车 之后的四点半 凶手案发生 而且呢 从十字路口 到玉花信用社 只需要十分钟的时间 中间这五十分钟 凶手会去哪儿呢 他只要在这个地方出现 肯定能找人 这个信息很重要 玉花路本身呢 就没有什么地方可以休息 所以我推测 凶手能去的 也只有大伙超市 因为首先呢 逛超市的人 人员比较复杂 不容易被发现 另外逛超市 也是一个好打破时间的办法 了解藤马 开会 又开会 你以为这是光是你自己的事啊 是 是 我们开个临时不理啊 天平和谢静呢 找到了陶子彪的公寓 而且在这个公寓里边 发现了白粉 我们把这个情况啊 向局里做了汇报 局领导决定 九一六持枪抢劫案 和贩毒案两案并查 成立一个专案组组组 部长呢有谢静大人 这是第一 那么第二 局里边要求我们 以最快的速度 拿到御华路附近的监控路向 最后一件事就是 重案组所有成员 没有大事不能请假 手机二十四小时必须开机 讨论案情时不能无故缺席 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 散会吧 散会 天平 这个组长 我不合适 还是你干吧 领导这么决定啊 是有运意的 是为了怕天风啊 一起用事 影响办案 他不至于这么小气吧 反正我当他肯定不高兴啊 可是我实在是 行了 行了 好好当你的组长吧 对了 我已经问过附近辉了 陶子彪的妈妈说得没错 其实她是方世贤的表弟 这样啊 那你怎么会不认识呢 那时候在谈恋爱 双方家人也没有见过面 那看来 调查这个陶子彪 这要从傅俊辉和方树贤入手了 他们是亲戚吗 那既然是亲戚 傅俊辉会不知道他藏毒 傅俊辉说了 他们来往并不多 而且这小子经常管他要钱 我估计就是为了吸粉用嘛 是吸还是饭 查过之后再说吧 好 飞哥 好久不见了 这不是海哥吗 亲自来找我有何贵干 帮我查一下这个人 最近和什么人联系 得罪了什么人 这个人怎么了 死了 死了 那应该去找警方调查 好 坏哥 只要你把这件事情给我办妥了 报仇不是问题 那就好办 来 二位领导 请坐这边 欢迎参加我们这次的典礼 来 请坐这边 你们待会儿再采访 韩老师 林警官 人员基本都到齐了吧 差不多陆续都到齐了 一会儿副总来的时候 你负责接待一下 行 放心吧 你先忙 好嘞 好嘞 林大 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呢 三名人太多了 不上来同一期 是不是有什么事呢 林大哥 最近小双总是找我接钱 我怀疑他又吸上我 我劝他他总是不听 你确实 我之前想早点告诉你的 但是我怕你太忙了 这种事情 你要尽早跟我说才是 林大哥 我有一点害怕 没什么好怕的 没什么好怕的 对了 最近你怎么样 最近我还好 我没有那个念头 爸妈妈呢 他们你们是熊爸 是我感觉奇奇怪怪的 好像最近挺有钱是 好 李老师 李老师 咱们下面准备好了 下去吧 我马上过去了 好嘞 走了 走了 嗯 《七生之家》的公益演出 欢迎各位领导 各位来宾 你想要怎么回事啊 你打电话让我来 你都迟到了 就行 咱们有点事 下面我们有请 李天平警官上台讲话 好不好 好 有请李天平警官上台 跟我们讲两句 有请李天平警官 我跟你说 我一上去成商业行为的 你上去最合适 都选择不信任务 好吧 赶紧去 赶紧去 快去 李天平 加油 首先呢 我要感谢今天来参加 这次活动的各位领导 各位嘉宾 还有新闻界的各位朋友 谢谢大家 更要感谢的呢 是五星集团的董事长 总经理 傅俊辉先生 他不解啊 个人出资 捐助了新生之家 而且还发动了身边 很多商界的朋友 让我们大家 再以热烈的掌声 再次感谢傅总 谢谢傅总 身为一名警察 我深知自己身上的责任 深知作为一名警察 不仅仅是要帮助大家破案 更重要的 是要赋予这个社会 让更多的人摆脱困境 重获新生 今天能有这么多的热心的朋友 来到这里 哪怕只为新生之家捐助一块钱 我们的希望就会崇散 好 在此呢 我仅代表我个人 再次感谢今天来参加捐助的企业 和个人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下面是不是有请我们的副总上台讲几句啊 好 好 有请副总 来吧就快快 好 这比较仓促啊 我也没什么准备 既然呢李天平李警官让我讲几句话 那我就说几句 你们让我找的人已经找到了 地址 千真万确 这是几万块钱 借过你们老大 谢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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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开着门呢 小心点 这是什么呀 怎么还有我的照片啊 奎盒找到了 标要生前 他还有一种见面的人的地址 在那个出租屋里头 我找到了这个设备 经过检测 这是一个监听设备 监听 对 副总 您是不是和这个人有什么仇啊 怎么会呢 我知道了 周老板 什么 咱们不是已经收好的吗 我这边一切都准备就绪了 你这时候突然变卦了 这不大好吧 怎么了 怎么了 副总 还真是 喂 初遣 好 我马上到 哎 听说你们那天公益活动 办得非常成功 很好办的 说你说了一段话 幻想挺大的了 我今天是想跟你商量一下 新生这家新址的问题 俊辉说要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两位领导太客气了 你看看 我想我觉得这样 你看 这个主管的位置 然后呢 教育中心的 嗯 还有北朝港大片那个绿地 嗯 我觉得这个地方也分析 嗯 嗯 你看需不需要再请几位知名的教授 这样的话 对于新生这家以后的发展 也有好处 而且 也会有一些社会影响力 嗯 这事你们俩放心吧 我来去办 好 那我去落实地址的位置 好 哎 你们两个出去一下 好 哎 林队 小姐 哎 小姐 我很欣赏你 你办案能力强 心又很细 可我就搞不明白 为什么天平一来 你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 你说眼前这个案子这么重要 你说你们两个都干了些什么 他胡闹你也跟着胡闹啊 不是 丁队我 我重复多少遍了 领导很重视这个案子 丁队我们一直很努力的 努力什么努力啊 他现在上哪努力去了 看报纸了吗 什么报纸啊 什么报纸 谢静 你不要老替他说话 这次他犯的是原则上的错误 在报纸上写了些什么 警察不仅破案 更重要的是为人民服务 我们每个人哪 都有选择未来的权利 你们也一样 其实在克服了 生理上的依赖之后 你们就和正常人 没什么区别了 之后要面对的 就是逆境中的压力 和心理的依赖 这就是生活啊 所以我觉得 只要你想见 就一定会解掉的 我相信大家 中间有一天 我们能靠自己的力量 重新站起来 勇敢地面对现实 和社会的挑战 王教授 您是心理学领域的权威 如果您能加入 新生之家的话 那我们可就如不天意了 李警官 你看我首先亮明我的观点 你们这个机构的提议 我认为很好 为了帮助失足青年 使他们重新找回自己 成为一个今后对社会 有贡献的人 我赞成 但是您也知道 我天天有许多工作要做 每天事物缠身 真的 我难以胜任你们这项工作 这个我非常理解 但是您放心 不会耽误您很多时间的 您想想 通过您一个人的力量 去帮助成百上千的人 使那些普通百姓 称之为坏孩子的孩子们 走向正途 成为社会有用的人 我们每个人啊 都应该有过想要打破常规 想要变坏的念头 可是在对的时间 对的地点 我们遇到了对的人 给予了我们关爱 才使得我们没有误入歧途 这些孩子们 就是因为没有人 去正确引导他们 他们才走向了 错误的人生道路 王教授 我真的希望您 能够再考虑一下 李警官 我能向您请教一个问题吗 您说 您看 您是一名优秀警官 每天有大量的工作 需要去做 怎么突然对做义工 赶起兴起来了 因为我被里面的人 深深感动了 我觉得做义工和做警察 都是一样的 都在帮助别人 所以我想尽我自己 微薄的力量 尽可能多地去帮助别人 我做义工已经好几年了 做义工时候的那种满足感 真是无法形容 王教授 我相信 如果你参加新生之家的话 也会被他们感动的 今天咱们的谈话 说句心里话 由于你真诚地为人 饱满的工作热情 及崇高的这份社会责任感 你打动了我 我答应你 加入你们的新生之家 咱们共同做好 帮扶失足青年的这项工作 我代表新生之家的全体孩子们 感谢你 王教授 谢谢 林队 找我有事 金铭 我知道你很忙 除了办案子呢 还得照顾点自己的副业 可是我想提醒你 你首先是个警察呀 我明白 但是你放心 我不会因为新生之家的事情 耽误任何工作的 不会吗 喂 梁局 好 我马上过来 老定啊 今天叫你来 主要是关于李天平 局长 这个事件 不怪天平 是我的责任 我请求处分 处分 等等等等 处分谁啊 我叫你来 主要是表扬李天平做得好 你看 特别是这句 警察不仅仅是办案 更重要的是关心老百姓的生命 这次李天平 发起的为新生之家捐款活动 正好树立了我们警察 在老百姓在老百姓心中的形象 这次天平做得非常好 我们局长委决定 准备专门为你们行政队 召开一次表彰大会 另外我还有个想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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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